这个女人带着丈夫入住到一家奇怪的民宿 进来后他们刚打算放松一下 不料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女人好奇询问门外的人是谁 但对方却只是固执地继续敲门并没有回答他 男人见状生气地打算出去看看 天和晨对听后感觉有些不对劲 他们想起今天第一次见到民宿老板的情景 当时他们就感觉他的表情有些怪异 而且这么大的意见 男人打开卫生间寻找妻子的下落 不料一开门禁闻见一股枪敌的烟味 而他的妻子此时已经被浓烟熏死在了浴缸里 身为医生的男人赶紧将妻子抱出来抢救 楼下的小天等人听见风格被人刻意封了起来 另一边的男人在对妻子抢救无果后也摊坐到了地上 他怎么都想不到 一场简单的旅行竟会让他的妻子丧了面 来到大厅后 民宿老板已经打电话报了警 不过由于现在外边下着大雨 山路又容易滑坡 所以脚印 因此基本可以排除外人闯入民宿作案 所以他怀疑真正的凶手就在他们六人当中 从中午他们在大巴车上相互认识的情况来看 这次的旅行忙间打算叫妻子一起下来和大家一起烤鱼 可他喊了好几声妻子都没有醒 身为医生的他摸了摸妻子的头感觉体温正常 以为是旅途太过于劳累便没有再继续打扰他 情言话音刚落 死者闺蜜张叶纠正他说道 其实他在三点半的时候有看到过苏雅士安民临时搭车的事与导游发生过口角 当时他还说了一些企图举报导游的话 下车后他更是留意到导游拉着司机好像在密谋着什么事情 而他们边走边拉手的动作可以充分说明二人是恋人或者夫妻的关系 他去找民宿老板要烤鱼的炭火时 赵老板曾有提到过刚刚放在桌子上的一盆炭不见了 而他当时进门时恰好看到导游慌张地从楼上下来 因此小天也怀疑是导游趁着下午大家都在烤鱼时完成了这场谋杀 没戒指却不见了 而在这次的旅行团中 如果说真的是有人建材起义选择了杀人 那只要搜一下那颗钻戒在谁身上就可以了 导游听完小天的推理忽然沉默地低下了头 思考片刻后他从腰间拿出了那枚钻戒 他称他们最近在经济上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 不过这陈队走出来告诉大家 因为当时下车他是最后一个下来的 导游在收拾卫生的时候 他也恰好看到了他剪钻戒的整个过程 所以不管这个钻戒是否在他们身上 单从他抵住诱惑尝试还回去的这种善良来看 他认为导游应该不会是杀人 之后他又基本一直在和大家在一起烤鱼做饭 所以他是完全没有完成整个作案的时间的 而如果说那间屋子的房卡一直被秦岩带在身上 所以他才在苏女士见面提到女儿是有些悲伤 至于那些房卡他一直都是堆放在一楼的抽屉里 而且也没有上组的习惯 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人会用他们来杀人 导游听后也站出来为他作证 他们可以证明确实照老板才刚刚从女儿的离世中走出来 导游说完还提起一件事情 那就是今天他在喊大家去钓鱼的时候 他看到死者生前服用安眠药的水就是张叶烧的 如果这些水里被下了药的话 那知道苏女士肯定会在房间深睡的就只有这个闺蜜了 张叶听后立刻开始反驳 他称因为下午的时候被蚊虫咬的后背很痒 本来他想找苏雅帮他抹来着 但由于秦岩说闺蜜在上面睡觉 因为实在太痒了 所以才迫不得已让秦岩帮了话的阿诚 提醒大家这样相互怀疑也不是办法 不如先去休息等明天警察过来或许会有个结果 可就在这时 原本排除嫌疑的秦岩却突然提出要下去吃饭 他称因为妻子生前最喜欢喝赵老板做的肉骨茶 小天听后忽然感觉这个男人有些奇怪 来到楼下 赵老板将桌上的饭菜都重新热了一点 小天帮秦岩盛了一碗肉骨茶 随后饿了一天的众人也纷纷开始动起了筷子 但唯独张叶看上去却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 第二天一大早 小天突然被一声叫喊惊醒 他沿着声音来到张叶的房间 不料发现他已经面色苍白地死在了床上 查了尸体 初步怀疑死因是心脏病导致的猝死 接连两个人无缘无故地遇害 小天感觉张叶的死应该不止这么简单 此时联系警方的赵老板也走进来告诉大家 因为山路滑坡的原因 市政的工人正在清理公路 所以恐怕警方最早也要到下午才能过来 来到楼下后 坐在饭桌前的众人用来捕获野兽 小天听后告诉大家 这种植物中有种贱毒汁 他不但可以用来麻醉猎物 如果计量计算准确的话 还可以另一个成年人心脏麻痹渐渐死亡 而昨天在饭桌上 他有留意到大家都喝了赵老板煮的肉骨茶 反而唯独张叶一人只喝了秦岩做的鲫鱼汤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做的这份汤里有问题 可导游疑或如果当时大家都喝这碗汤的话 难不成秦岩要将所有人 是因为赵老板做的肉骨茶里有种叫做红焙竹干的草药 而这种草恰好可解掉贱目毒的毒性 他在旅行团入住民宿的时候 并希望秦岩能帮他做份最爱喝的鲫鱼汤 当时他就感觉二人的关系有些不寻常 现在看来 那个时候秦岩已经打算要杀死张叶了 而至于他杀人的动机 小天猜测应该与苏雅父亲离世留下的遗争 众人听着小天的推理有些不太明白 如果说秦岩想杀张叶 那苏雅又是被谁杀害的呢 小天继续说道 在昨晚的停电之后 张叶作为一个女人竟然自告奋勇地去修电闸 当时这一点让他很奇怪 并且他在看完电闸后果然就来电了 昨天大家都睡后 他和陈队去检查了屋子的电路 结果发现厨房的热水壶被人动过手脚发生了短路 而昨天一整个下午 那个水壶只有张叶在为苏雅烧水时动过 所以小天怀疑他设计这起停电 应该就是为了去挪动苏雅的尸体伪装成自杀 秦岩听后表情明显变得有些争鸣起来 并警告小天没有证据就不要诬陷他 可小天却很轻松地告诉他 如果他想要保证从剑血封喉上采取剑毒之士不被扎伤 那必然要戴着手套完成这个过程 不管他将手套扔在了哪里 从他昨天的活动范围来看 必然不会离民宿太远 所以警方只要找到 看到的今天完蛋了 我不是想要给他的 电话 你怎么能想要 怎么能让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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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